大家好 我是定哥 大陸竟然S10系列賣到爆掉 賣到爆的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賣到缺貨 而且非常的賣 為什麼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 順便來教大家怎麼用所有S10跟S10 Plus的拍照 小技巧一起教給大家 記得要學習之前 按讚訂閱分享 把鈴聲打開喔 還有我們有重點旅人頻道 一起訂閱一下 我們重點旅人的頻道 裡面有非常多的都是用S10 Plus拍出來的影片 好嗎 來321開始 幹什麼幹什麼 欸欸欸欸 耍寶 不是耍寶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在大陸賣報原因 我問了一些大陸朋友 第一個 很輕 手機輕很重要 好 S10 Plus 很輕 S10也很輕吧 輕 助理你是不是帶去韓國拍 很輕 超新 而且拍起來真的超漂亮 好第二個呢 它是有感升級 就是說它今天不管在超廣角拍照 甚至於它的錄影呢 有防手震 光這兩件事情 大家也覺得它是真正有感升級 所以也是為什麼會賣得這麼好 好 在第三 因為呢 它有出了三種不同規格 包括S10e S10 跟S10 Plus 它可以針對不同需求的人 所以為什麼它這次在大陸的業績呢 終於要好起來 你知道 三星啊 他們在很久之前 在大陸呢 其實市占率非常的高 可是後來呢 因為了小米 Oppo Vivo 華為 全部崛起後 他們有一度呢 在大陸的市場 哇 快不行了 但因為這次的S10的優感 他們終於 有點像是要重新去 那個 重振雄風嗎 這我沒講 好 那關於呢 S10 Plus跟我相處的心得呢 我把連結放在上面 你們可以看一看 上面那些是我真心的心得 不過呢 我想今天想要教大家的是 S10 Plus如何快速使用拍照相關的小技巧 那我們先來從最簡單的開始 你知道怎麼樣快速進入那個拍照模式嗎 怎麼樣 好很簡單 右邊的這個開設間有沒有 有 快按兩次 是你耶 所以其實很直覺 他是不是就進來了 進來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啊 來來來來 這裡 我們進來 你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有三棵樹對不對 我最喜歡這三棵樹 這三棵樹 中間這棵樹是基本版 然後右邊這棵樹呢 就是兩倍變焦 他就會拉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MSI就放進來對不對 對 然後呢 這邊有三棵樹疊在一起對不對 就是超廣角 好很簡單 對 那右邊這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 模式有沒有 他這邊就有一個防止模式 對 他是自動偵測 自動偵測 對他是自動偵測 比如說 有 藍藍的出現對不對 對 好 但他偵測到以後呢 這邊就是場景辨識 好 那 從這邊拍完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 再來這邊有一個 景深即時預覽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呢 他有四種模式 那你看到上面是不是寫個柔膠 對 好 來拍我的腳 不要不要不要這樣不好 那我們讓助理來拍我一下 好 好來 你先拍我 你用成不同模式 先拍一個 等一下我按不到 按到了 好 在另外一個模式 再換喔 最後那個是黑白的 然後你是亮的耶 好 拍完了 那你以為就這樣而已嗎 手機掉了 講就講 不要摔手機啦 沒有 我們要過去看了嗎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其實呢 好我們先針對第一個 樓膠的效果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樓膠 你可以自己選擇 有0 到 7段 是不是 那你們看到右上角 這邊有一個 我點下去 他還可以針對你的顏色 跟人臉的膚色 可以自己做調整 喔 所以你拍之前 都可以先設定好 對 對 就是在右上角這裡 你就可以再多做設定 就是在什麼 景深即時預覽這裡 不相信呢 你來拍我 然後你把那個樓膠 跟我剛剛膚色都調到最大 是不是效果有 跟你剛剛有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先調好不好 我們先一樣按一下右上角對不對 來 然後呢 膚色到 然後色彩飽和到滿 來 來 好像有點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好但應該是我吧 來 你幫我按一下 好 先看看這個效果 跟剛剛你的 有不一樣喔 是不是有不一樣 有 膚色 膚色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了吧 對 就是說 很多人會拿來說 它就是四個模式 但事實上 它可以組合上面的一些細條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非常好用 我跟你說 我這次也用它的S10 然後用那個景深模式去拍那個櫻花 對 拍起來非常的美 你說櫻花嗎 對啊 好 其實我還沒講完 還有什麼 好 剛剛景深講完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繞回來 一樣 大家記得 右上角這一個 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棒 仙女棒 仙女棒的這個 其實非常好用 你看喔 好今天假設這裡對不對 好 然後呢一樣按一下仙女棒 下面就有 它有很多模式你可以選 有沒有 淡化 就是它那一間濾鏡 那一間濾鏡 對 有沒有 Kiss me 有沒有 經典 甚至於你還可以再下載 它還有更多可以下載 對不對 有沒有 很不錯耶 對你可以自己用 所以呢 仙女棒 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多利用一下 好的 然後啊 其實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目前看得到的一些介面對不對 對 但其實在左上角這裡啊 設定 設定這裡啊 它其實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什麼什麼 比如說 你可以把相片變成那個動態相片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關閉的 然後我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或者是按住快門按鈕 然後呢 是拍攝連拍 你也可以把它點下去以後 你可以選擇拍照 或選擇建立成GIF檔 最近很流行 做成GIF檔 你知道嗎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選下 你想要 那個 錄製4K影片 該怎麼辦 你可以選擇 下面有個後製鏡頭對不對 選下去以後呢 我目前選擇是4HD的畫質 你選下去以後 你可以就選擇4K 就可以搞定了 但你記得一件事情 你選擇4K影片啊 它下面有出現一個標語 我唸給你聽 它說這個解析度啊 不能支持自動追焦 有時候你可能開啟自動追焦 拍小狗 它不行 還有影片的效果 跟影片的防手震 它這次影片呢 是有非常的防手震 但是 如果你錄成4K 它是不行的 所以你還是 我自己啦 我自己都是用4HD 因為我現在上傳YouTube的話 4HD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你把它調整成4HD 你就可以做影片防震的 下面就有個影片防震的效果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進階的錄影選項 這個 你把它選下去以後呢 這邊有一個叫HDR10的錄製 這個好處是呢 你可以呢 讓每一個畫面 跟對比的色彩都可以呈現到最好 但是還是要看你要選擇HDR10 還是要選擇高效率 它上面有個高效率的選擇 你可以自己開啟 好 那完了以後呢 還有 進階的那個 相片的儲存的格式 好 一樣選下去 這邊呢 就有一個叫HELF 這個相片 其實這個相片呢 在iPhone上面也有 好 那這個呢 是說你可以把相片 變成高效能的相片 但是又可以縮短 節省你的空間 好 或者是呢 有一些人比較專業的 就是RAW 再來呢 超廣角的時候 你在拍完以後呢 旁邊可能會有點 你覺得還是有點變形的話 邊 對 這邊呢 就有個叫超廣角的形狀校正 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就可以叫超廣角了 好 最後 設定完了以後對不對 對 我還想要講最後一個 就是影片 影片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 你到影片的模式 在上面呢 就有一個手 然後旁邊有個這樣抖 那個就是好像 防手震 好 好 但是 這個我後來問過 三星的產品經理 他說 其實基本上你用超廣角錄影 它已經有幫你防手震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手是按下去以後 它是沒有辦法超廣角錄影 它是可以更防手震 喔 你們看我重點旅人的影片 說實話 我是今天後來問了三星的產品經理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上面按下去以後會更防手震 只是它的缺點是 你沒有辦法就沒有辦法用超廣角錄影 對 但事實上超廣角錄影 已經就有廣角錄影了 這樣有沒有很饒舌啊 我覺得你在念Rap 你知道還有它這次有一個自拍的功能 我很喜歡的是那個 它有手勢拍照 怎麼手勢拍照 你只要對準它 然後就可以拍照了 它就幫你拍好了 騙人 真的啦 你在每手按的時候 我現在試喔 真的有耶 你知道真的很適合什麼時候用嗎 就是像我們這次去旅行 我們是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又把手機架在自拍腳架上 自拍桿上 通常我們不是都要用藍牙遙控器去按拍照嗎 對 這樣子就不用啊 只要手勢就可以啦 它的關鍵是對準掌心 而且我還用景深即時預覽拍出來的效果 超棒的啦 是不是 你看 我又很糊 很糊耶 以上 是我教大家一些他們在拍照裡面的小技巧 我覺得這些小技巧是非常受用 包含剛助理教我的手勢拍照 歐里 你會手勢拍照嗎 用你的手來結尾好了 來 這個一樣 手勢拍照 那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對了對了 三星針對Marvel超級英雄做一個智能保護殼 你只要有的話 可以獲得被蓋專屬的布景主題跟動畫螢幕解鎖喔 這一集